来关注社会热点 8月13号 长达两周的浙江高考满分作文之争迎来转折 当天浙江省教育考试院通报称 语文评券组作文组组长的陈建新 未经允许擅自泄露考生作文答卷及评券细节 严重违反了评券工作纪律 决定停止其参加高考评券等国家教育考试工作 在满分考卷引发热议的同时 外界的目光逐渐延伸至评券老师 给出满分的阅卷大组组长陈建新 被保常年以高考作文阅卷组长等名头 开班授课和卖书 评券人是否允许开班卖辅导书 对此8月14号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的工作人员 回应南都记者称 内部明确规定出卷人改卷人不得开辅导班 并称每年满分作文人数极少 也就4到5人 还不一定都是60分 可能是59分58分 其表示 每年高分作文公开 首先要省教育考试院 征得考生本人同意 统一对外公布 并由省教育考试院授权出版社出版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关注南方都市报官方APP 下期待